大家好,我是俊俊,俊俏哲宇,我們歡迎今天會更是來賓Ryo 這是我第一次遇到一個來賓,就是以這麼墨具的方式作為開場 哈囉,你會講話嗎? 會 OK,是真人 我們剛剛看到今天Ryo王拍封面 我看到最後一個造型的頭很特別 是一個樹 一個樹在頭上,是有一種環保概念的感覺 我是這樣解讀 你是這樣解讀 而且我看到的時候,我覺得有一種穿越時空的感覺 就有點像是活在現在,然後很注重時尚 很注重環保的時尚的感覺 你有這樣感覺嗎?還是還好? 我感覺很像頭上長了一棵樹 但它就是頭上長了一棵樹,不是嗎? 所以是很真實的感覺 OKOK 那我們剛剛講到穿越時空 你平常會做一些穿越時空的 可能白玉夢或是一些幻想 這個穿越時空的話題 未來可能會融入在你的音樂作品 你知道嗎? 那個有人統計說中文饒舌裡面 就這幾年出現在歌詞裡面最多次的字是什麼? 什麼? 就是時間 因為時間是一切的關鍵 俊俊 你覺得一開始就被這個震撼到 時間是一切的關鍵 真的?為什麼是想到那裡? 為什麼? 你剛剛問我 我剛剛問你說穿越時空 對 所以你們在這邊想說 人類一百年後會怎樣 然後想說以前 一千年前那是怎樣 這就已經有一點時空穿越 時間穿越 那空間更是 就是說現在網路 就是時間的這個限制對人類已經是越來越少 好有哲理的一個OPENING 那我們剛剛也穿了很多衣服 今天的衣服是你平常都會穿的嗎? 還是你平常私下的思著會是什麼樣的風格? 我平常是寬大為主 寬大為主 那我們接下來會客室都有一個明星單元 就是我們會募集我們所有網友在我們IG對六王的提問 問題開始好了 起床後通常你第一件事都在做什麼? 睜開眼睛 我第一件事就是睜開眼睛 那我跟妳一樣 啊有默契 來來 毛巾之力與六王是什麼樣的存在?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啊? 是因為毛巾是你表演的時候 對蠻需要的 因為要一直擦汗 但我覺得其實有點像那個 舞客船長肩膀上的一隻猴子 就是一個安全感的感覺 對 三個形容詞形容王之一 就是六王的那個本 三個形容詞來形容你的話題 不想形容 不想形容 好的不想形容也沒關係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推薦一個你的口袋美食 有沒有覺得我很容易放過來 沒有 很好是不是 OK 推薦一個你的口袋美食 你讓我們講台北好了 師大夜市 鴨肉羹的 骨肉飯 花枝根 所以你在鴨肉羹不吃 鴨肉羹不吃 鴨肉羹喜歡吃它的骨肉飯跟花枝根 很清楚 對 在師大夜市裡面 哪一邊就是大家在自己書裡面找找 音樂有關的問題 小時候啟發你 小時候你就有在學音樂嗎 你有什麼事情是啟發你 喜歡上音樂 小時候是因為我 因為我血有病 血有病就是 經不太起碰撞的疾病 所以我以前喜歡打籃球 後來打一打發現 越打就是受傷太多了 所以我就不能打籃球 那就只好玩音樂 對我覺得你好像是一個活在 裡面是有很多叛逆的音子 可是不在這個社會框架那裡 也好想